國民黨已經正式提名蔣萬安委員 來參選台北市市長在年底 民進黨大家都看得出來 在壓制滑水幫陳時中部長 陳時中指揮官 在安排年底台北市長的選舉 身為台北三大勢力的民眾黨 尤其您是民眾黨的主席 請問一下 您何時會正式的宣布 黃山山副市長代表民眾黨 出來參選台北市市長 他不會代表民眾黨吧 他不代表民眾黨 他到現在為止應該也是五黨籍 那您什麼時候會宣布黃山山副市長 代替您來參選 今年年底的台北市市長大選 您是什麼時候 他要選市長是他自己出來講 怎麼是我替他宣布 這陀進很奇怪 那您希望他來選嗎 當然我希望啊 那您希望他是代表民眾黨 繼承您的意願來選嗎 其實我跟你講 我個人的內心 我覺得在市長的level 把市政做好就好 我一直覺得 我不太贊成說 一定要去掛黨派 真的我內心的想法是這樣 那再其他問題 那您會否有一種想法是 黃山山副市長不要出來選 您來請獎王安委員 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我覺得黃山山還是訓練最好的 所以就您而言 你還是黃山副市長 年底繼承您的 不是 繼承您的置業 繼續來參選 對 對不起 繼承您的置業來參選 是您唯一的選擇 是嗎 那 我跟你講 其實 這是民主政治的困境 其實我覺得 position 駕駛是要訓練的 是 假設如果有一天 你真的確定黃山副市長 要代替您出來選的話 什麼時候 你認為是最後的時間點要宣布 沒有啦 這個第一方面 疫情也還不確定 我倒覺得這個 還有一點 我覺得黃山山 她自己如果要做為市長候選人 她有她的主體性 應該是她來決定 我都不敢去問她說 你要幹什麼 所以你們沒有討論過 黃副市長跟市長 你們沒有討論過 要來參選 年底台北市長的事情 不是 這種事情應該是她決定 怎麼一次我去跟她講說 你要幹什麼 黃副市長有跟你講過她想選嗎 這個不用她跟我講 那誰跟你講 你又說要問她 你現在說她不用跟你講 你告訴我要誰講 做夢夢到喔 不用她跟我講 我倒覺得是這樣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宣布啦 那個是她決定 我倒覺得是這樣 我是希望 台北市長是對這個市政 還是有一定的熟悉 我自己執政過 你知道 我知道有 做這個position 有哪些要注意的 市長 請教一下 因為選舉 畢竟還是要前面運作 跟包括探訪所有的時間 您認為 11月26號投票 多久前提名才是合理的時間 不會太敢 您認為 不過是這樣 像我自己 我自己 上一次 2018我選連任的時候 我一直到最後才請15天 不一樣啊 你是連任不一樣啊 對阿 但是我也沒有提早去做什麼準備 假設如果是黃副市長來代替您參選的話 接替您的位置來參選的話 黃副市長必須要請辭嗎 您認為要請辭還是不用請辭 還是要請辭 還是要請辭 這個是這樣啦 我都尊重 尊重做一個候選人 他自己的決定 這是 包括了黃副市長 要用民眾黨參選 或是五黨籍參選 你也沒意見 沒意見 我還是覺得這樣啦 不需要 其實在市 我也看過 全是我們東亞國家的這種先例 從東京大阪到首爾 其實還是很多 市長是五黨籍的 我也覺得 其實我第一任五黨籍我也覺得還不錯 你想想看喔 我當市長 國民黨民進黨的議員的請託 我都沒有說 不給他 給他不同的待遇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文化 所以市長 那最後一個問題 您剛剛講的 您絕對不會去支持蔣萬二委員來參選 台北市市長對不對 你不會支持 應該這樣講啦 比較正確的講法說 在這個階段 我還是認為 黃山山是訓練最好的 那民眾黨 年底的市長大選 不管是用民眾黨參選 還是不是用民眾黨參選 您認為 您都會找一個人來代替您 參加年底的大選嗎 在台北市長這個職務 不一定啦 我剛剛說這樣啦 我們 民主政治 雖然說政黨政治 你知道嗎 但是我一直很希望說 能不能把政黨政治的這個 這種ideology 市長現在離大選 大概五六個月半年左右的時間 您現在這種態度 是瞧不起國民黨 跟民進黨的態度囉 你們覺得隨便前十五天出來選 就夠選上 您這樣態度這樣子嗎 選市長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而且需要很多的佈局 跟跑地方的行程 對你而言 好像不但以為是這種態度 您認為 您年底一定會找人來參選 但是 什麼時候參選 你們沒有意見 選舉有各種方法啦 今天其實是市政總質詢 平常去選舉討論會 但是我覺得這樣 每個選舉有每個人的想法 我從來 我也不覺得說應該要怎麼選 我沒有意見 反正最後就是 民眾黨 不管是民眾黨本人 或者相關的 在年底的市長參選 你認為不會缺席就對了 你認為會缺席嗎 不管是民眾黨黨籍的 但是您支持的人 在年底的市長大選 不會缺席囉 最起碼 我們有議員要選 我說市長大選 那市長是這樣啦 我是保持一個比較open的態度 就是說我個人支持黃珊珊 但是很多 這個也不是說我決定就算 這還是 終究民主政治還是市民投票決定 好 那也希望 市長辛苦了 不過如果真的有選要參選 我認為儘快的來跟大家做一個表達 包括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我覺得才是一個合理健全的選擇制度 不需要拖到太後面 因為畢竟 如果假設黃副市長要代替你來選 或者是民眾黨 五黨籍 更需要 名正言順的出來 我認為這是一個比較合理的 不要再拖到 每天他跑得很辛苦 如果到後面有一天 你說你不要讓他選了 支持別人 那黃山副市長不是很可憐 畢竟他跑得真的非常辛苦 這個大家都看得到 地方上各個活動 我希望 如果真的有心讓黃副市長參選 我覺得就讓黃副市長 名正言順 盡快的 不管是代表民眾黨 或者是五黨籍 讓您的支持 讓您的選民知道 來給他一個支持 好不好 好 這裡幫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 打架完之後 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 好